大家好,我是ADO的CASA,我是Clinton 今天我想介紹一個位於淺水灣麗景園的單位 單位的尺寸是2570呎 護主是一對夫婦加一對女兒 今天我們會邀請了我們的設計師Gordiness 會幫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ADO的設計師Gordiness 這次的單位我們用了一個比較簡約的手法 去呈現一個Lessery的效果 希望可以用一些物料、線條等等的元素 去帶到一個舒適的環境給業主 來到圓關的位置 因為大門其實是一打開對正就是一個餐桌的位置 所以都會做一個圓關去隔一隔 而在圓關上我們都利用了一個通透的設計 加上一個調子 令到進來都不會太過壓迫和局促 來到客廳這個位置 本身客廳的空間感已經很大 唯一就是因為單位結構有一個內角出現 同學客廳也不是一個很四四正正的方形 所以在設計上我們用了一個弧形的長身 去將這個內角化了 令到那個空間感和連貫性更加大 來到露台的位置 其實本身這個單位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海景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都是一個簡約為主 一個簡單去呈現最好的地方 讓業主享用 飯廳的位置 本身這邊的陽光不算很充足 所以我們這邊都會比較行一個充足的風格 你會看到多了很多的金屬 當時我們都做了一個弧形的調子長身 可以令到那個視覺是高一點 而多了融入了金屬 配搭一些雲石台面 一些特色的燈色 令到Nussery的味道會更加提升 餐桌後面的巴桌位置 融色上面都會和餐桌有一個敷影 所以我們都會選用了大量的灰色的雲石 配搭一些黑色的金屬 令到整個空間都會是酷一點 很少的 來到廚房的這個空間 長紅玻璃做一個分隔門 令到客廳的陽光 都可以是進來廚房的空間 廚房的裡面 主要是用了一個藍白色調為主 用一個貴族藍的一個膠板 再配搭一個雲石紋的磚 都會令到整個空間 簡約得來都會是很酷 很有東西看的 來到睡房區 三間房都是一個套匙 這間是小女的房間 我們用了一個淡粉紅和白色的配搭 加入了一些木色面的元素 因為小朋友更小 我們都在空間上 都希望有一個靈活 有一個彈性給他 所以都預了一些空間 在房間 將來有不同的傢俬可以擺放 來到大女的房間 因為小朋友都是讀書階段 所以這間房間會以實用為主 會有大量的储物 也會有一個大書桌 我們都一樣會用了白色 配一個Tiffany Blue的色彈 為主調 來到主人房的空間 分隔了兩個地方 這是一個煙霧間 因為它都比較窄窄長長 都會用了一個玻璃門的設計 令到空間可以闊落一點 而再往後的地方 我們就像酒店式一樣 就做了一個洗手盆的空間 就可以乾濕分離 同時間配合衣霧間一起使用 而洗手間和浴室都會在門後面 去到近窗的位置 我們就會有一個睡房 去到床頭的位置 我們都做了一個暗門的設計 令到藍護主去用洗手間的時候 都不會影響到類護主的休息 來到茶室的位置 藍護主有一個飲茶的習慣 所以做了一個空間 它除了自己可以用之外 都可以和朋友一起使用 這次這個項目其實都很有挑戰性 這個單位的尺寸都算很大 加上業主都很有品味 在品味當中要再融入它的實際需要 當兩者要拿一個平衡 最後營造出一個舒適 而不失豪華氣派的家 給它 我也很開心 最後業主都很滿意